大家好我是許民雄 今天是10月20號 達倍股市今天開高走低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我們可以看到 像航運股今天也是開高走低 今天早盤航運股是上漲 整體航運類股上漲2點 將近2.8%左右 後來就往下拉回 好我們來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 小跌12點 那我之前我怎麼跟大家說 像今天早盤的時候 我也請大家不要 直接接收 叫大家不要再追 不要再追股票 尤其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看 尤其是我們來看2603 像長榮海運早盤的時候 他早盤的時候 大概上漲最多有漲到大概就 94.5 大概在這裡 早上的時候 我在這邊跟大家說不要追 先不要追 目前為止 我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 有真的反彈的跡象 還沒有看到 有的話 我告訴你 我一定第一個時間來通知大家 我一定第一個時間通知大家 那今天就沙尾盤 拉回 今天小跌 這是長榮海運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 像今天台北股市 今天開高走低 也蠻可惜 因為昨天美股 美國盤 美國盤 那美國昨天是 大概可以看到說 幾乎都快要接近創歷史 創歷史新高附近了 那只有廢半 還是比較 離比較遠一點點 離歷史高遠一點點 其實也沒說過 那我們台北股市 我最近 我一直跟大家怎麼說 台北股市 我跟大家怎麼說 我說會上漲到季線 季線差不多 季線是在一萬七千 一萬七千 現在一萬七千零七十點左右 那今天最高 就已經來到一萬六千九百七十點 其實離季線 大概只有七十點而已 創到七十點而已 七十點 那我跟大家說 如果他如果漲到 離季線附近的話 就會開始震盪 那我認為 明天還是會明天 今天美股盤勢 如果平穩的話 平穩 不要不漲不跌的話 明天台股 還會繼續再開高 明天還會再開高 那開高 那開高之後 到了季線附近以後 就會開始在這季線附近整理 也是要經歷一下 因為台北股市現在目前為止 我們現在在看的事情 看到明年 像相關的一些股票 那指數 指數還是要做 我們做一個參考 值參考 我們主要來做股票個股 好我們來看一下美股 我們看一下美股的一個重點 好 來 這是納斯達克 納斯達克最近 非常強勁的反彈 這算很強勁的反彈 這個反彈很有力道 還有像 我們可以看到道琼 這道琼 現在離歷史高點 大概都250年左右 要再創歷史高點 好 那台北股市目前為止 能 有稍微弱一點點 比較弱一點 但是我們台北股市 當然內容上不一樣 你說美股他們到琼 他們還有像納斯達克 他們有些東西 在漲的東西 FAMG 那個東西跟我們不太一樣 因為像Google 他們Google現在已經漲 已經到三千塊 快要三千塊 已經快三千塊了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台北股市 今天的一些 像我們今天要講的一些內容 重點內容 來跟大家來講一下 那 這 6月18號 這是6月18號 我的 我的YouTube的封面 我跟大家怎麼講 6XX 即將噴出 因為我們已經 我們已經先進場 我們已經進場 我要說 即將要噴出 你趕快來炒我 快來找我 6月18號 那6月18號 當天可以看到 立台大漲9.6% 漢訊漲9.4% 這些股票 那這是什麼 板卡 技嘉板卡 還有立台 漢訊 好 來 來看看 這個19號 19號 6XXX這支股票 6月19號漲7% 7% 今天 10月20號 這支股票 我來說 即將要噴出 即將要噴出 現在漲幾% 今天漲停板 今天漲停板 那 你如果看我的節目的話 我希望說 因為 這會員的權利 那我大概明天 明天會來跟大家來講 這檔股票 它的一些細節的東西 比較細節的東西 這支股票 那還有沒有機會 當然啦 你股仔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當然 我們不會說 我也不希望說 你們去跟著大家 一起來追 來追股票 當然最重要的是 我們主要來這邊都要賺錢 你不能這樣光在外面看 你在外面看的話 永遠都是沒有機會 這很重要的 好 我們台北股市現在最近 目前為止 我們可以看看 現在這是美國 其實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的通貨膨脹 我們的主技術在算 跟我們生活中 我們所想像 在做的東西 不太一樣 因為感覺不太一樣 沒關係 那通貨膨脹 怎麼可以說 美國這個通貨膨脹 大概現在是在5.4%左右 這個通貨膨脹 非常嚴重 拖累全球 這拖累全球 當然 有 有一些可能會有利多 那些利多 其實對我們台灣來說的話 幾乎是很少 以我 我所看到的 我所了解來說的話 是很少 對我們這種通膨的東西 對我們台灣來說的話 很少有好處的 除了土地房屋以外 其他的都是很久的 因為我們這邊 沒有什麼太多的 還有一些原物料 來 在致遠 昨天漲停板 在致遠 這致遠 我現在沒有再下 IP IP系制裁了 直接框起來 直接打上這些資料 比較快 致遠 今年大概才可以賺到 4塊錢左右 其實賺的是沒多 但是問題現在 他看的是看他未來 未來 未來 現在不是在看 現在不是在看今年 我們已經跨到去年 明年來看 來 今天 今天致遠 今天致遠 今天還是有漲6塊錢 今天致遠漲6塊錢 今天致遠漲6塊錢 好 來 致遠最終七月份做一趟 八月份到九月份再做一趟 這兩次 致遠 今天再大漲 致遠還要不要再追 我的看法 先不要再追了 先不要再追了 我們來看一下致遠好了 今天 這檔股票 很多都一直來問我 我說他已經漲到天花板了 這致遠 這支 致遠 現在目前已經漲到天花板了 那當然不要再追了 那不要再追了 這段 這段其實他拉的是蠻快速的 這段 從這邊這樣子一直拉 拉到這邊來 從大概105塊附近那邊 一直拉 拉到現在 到昨天最高點 有一道115 漲漲停盤 今天再漲 漲6塊錢 今天漲6塊錢 收盤153 再創收盤價 大概是在2005 2008年以來 現在是最高點 大概是13年來的高點 所以 手邊沒有 你不要再追了 你不要再追了 還有其他股票 那我們來帶你做其他股票 你不要一直看這個 其實致遠 目前來說的話 那在操作 他會震盪會比較大 那你當然就是風險 會比較大一點點 那不要再追了 好 致遠先看到這邊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其他的 好 晶圓雙雄 當然我們沒有去操作台積電 我們他操作是聯電 來看一下聯電 這在10月14號 我說有機會 10月14號 股價大概在56塊左右 56塊 56塊左右 來再來看 那目前為止 今天 今天是收個 現在漲0.9元 現在漲0.9元 現在漲58.7 58.7 那這樣股票 那今天 也有一個壞消息 因為 其實這就是舊文 這是舊文 那 要 要講解一些比較細節的 一些新聞的話 可能 可能就 去到我的 我鐵爾滾裡面 來這邊撒描 鐵爾滾的資料 那 我今天 我把那個資料 把它放到裡面去 因為那個 在聯電 他們以前的 以前的一些 其實這件事情 就是美光 美光 他們 他們有侵權美光的 美光的 然後已經有 已經有賠款 賠款6千萬 在去年10月份 已經有賠款6千萬美金 已經是有結案 但是現在又出現新的 出現新的訊息 好 那這個後續還會怎麼樣 但是其實已經 大概這都走了 已經有反應過了 這早就已經說 今天有反應了 今天有反應了 好 至於聯電 好 那其實這則新聞的話 我也是陸續在追蹤 到底這樣子會有受多大影響 受到多大影響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聯電 那這聯電 這我們在5月20號 已經做過一趟 5月20號做過一趟 到8月5號 這樣做一堂 這堂是42% 再來就是在9月 8月26號到9月6號 這堂還做25% 這是之前的聯電 這個限電 那中國大陸的限電 那 那中國的貨運 這三港六三 三國的丈夫 我有跟你說 你要趕快跑 9月28號 要趕快跑 要小心 這特別 這支航運貨櫃要小心 那接下來的話 我有跟你說 我們 我已經規劃好 這個長榮海運 那當然我陽明的話 可能比較不 現在他們想要去買大樓 他們現在 現在增資股 增資股現在 他們的錢200多億 現在要買大樓 要花100多億 我認為 我覺得 那我的看法 我們就不用再批評 我們就做 就做我們 不要做服務正業 就是長榮 長榮目前為止 來這長榮 這我已經規劃好 等到它拉回 但是這支高票 現在沒有成功 你現在先不要進場 還先不要進場 你可以看到他們過去的 數字非常漂亮 這在10月13號 貨幣399位分的營收 非常漂亮 這長榮491億 接近歷史高點 也是我們 已經接近歷史高點 好 那我怎麼說 像我們可以看到 這些像目前為止 他們的航運 那個貨櫃航運 現在目前為止 在上海貨櫃指數 現在還有在小華 現在已經跌幅 有在漸漸在趨緩 在趨緩 那還是要注意 到目前為止 我的看法來說的話 航運股還沒有 還沒有看到真正的 它的反彈 沒看到真的 真的說完全脫離反彈區 我們可以看一下 來2603 來長榮海運 到目前為止 這條藍色線 這條藍色線是它的十日線 十日線 這十日線 十日線現在目前為止 它連十日線都站不上去 現在目前為止 十日線都站不上去 那現在是已經是有 看起來好像有點止疊 但是借收財家還是要注意 我們還是不建議你說 你隨便去亂追 你現在手邊有 套勞怎麼辦 套勞現在來說的話 你就先持股續爆 不過已經拉回到現在 目前為止已經到91塊了 借收財家也不用再殺了 那等到有反彈的時候 再來加碼也是可以的 再來加碼了 因為這長榮海運 目前為止 這張股票 現在目前為止 還算是 很難操作 很難操作 因為很多的訊息消息 可能 等你知道看到的時候 都已經反應完了 都已經反應完了 然後這些股票 現在目前為止 但是我的看法 你就是 手邊有的 就續爆 沒有的話你不要 不要隨便亂追 不要隨便亂追 可以到 可以到 你如果手邊有的話 你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話 可以到我賴松露軍來這邊詢問 也可以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到時候 那我也會在我的跳滾裡面 我會放上這個跳滾 我會把它放到我的跳滾裡面 那個長榮 那時候進場的時候 來操作 那但是目前為止 我還沒有看到說 真正能夠讓我進場去 去做這個搶這反彈坡 還沒有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在限定 在限定中國 還有印度如果在限定 他們主要我們能夠 實質上能夠去獲得的 就是這什麼東西 就是在這儲能的概念股 我們比較有機會 其實我說的 就比較有機會 就是儲能概念股 還有兩支股票 就是加百億 還有一支 一檔是6170統政 這兩支股票 在9月29號的時候 我在跳滾裡面有送 這不是說送 推薦給大家 這兩檔股票 另外一檔是中興店 1513中興店 那屬於純股族 純股族 那個我就不介紹了 但是純股的 我還是要介紹 因為有些同事朋友 有看我的節目 好 我們來看加百億 那附近 那最近可以看到 9月29號到目前為止 加百億 9月29號 到目前為止 你可以看到 今天收盤是在收在 將近在41塊 41塊 那我跟大家再說說 這一天是多少 這天這裡是多少 35元 35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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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已經是到我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收盤多少 40.8 40.8 這樣就已經 大概是5塊 5塊8了 5塊8了 這個加百億 我認為還有 他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好 再來看一下 這檔股票是統政 今天是上漲的 今天去的6.3% 盤中一度漲到 有將近有8.8%左右 8% 那這是統政 統政那也是儲能 最近它是有一則新聞 就是已經有手創 我們那個電子支付 就是電子支付 就是境外 那有一些移工 有一些像印尼 還有菲律賓 這些移工 他們要匯款回去的時候 就是要用這種電子支付 來付款 那我們金管會也 第一家首家 通過電子支付付款 就是以統政 好 今天 那到目前為止 我們來看一下 這9月29號 那你介紹在這裡 到目前為止 有層級的一段 那目前為止 那這檔股票 我也是這幾天 這幾天我一直在 跟你大家來說 這檔股票 要特別注意 這支股票 電子支付 那目前為止 這支股票 還有空間 還有空間 還有 好 那這些股票 目前 你看我的節目的話 其實股票 你不要隨便亂追 你如果想要知道 了解那麼多 可以到賴生活圈 這邊來詢問 好不好 不然 像很多股票 我們有時候 有時候是要出股票 你在進的時候 那就糟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這可能在 他 很有可能 我們沒有說一定 當然是要看他的量價 因為他在明天如果再衝高的話 衝高 量能量能如果爆量出來的話 我們會先出場 我們先會出場一下 這是統證 這是統證 好 這金管會 首家許可辦理外籍移工的 匯款業務 統證 這是統證 好 再來看一下 這個最近你看新聞 每天你報就是這個 比特幣 這個 從大概18號 大概4月1日 大概是 其實這則新聞的話 是在大概兩個禮拜前 我們早就已經掌握到了 兩個禮拜前 兩個禮拜前是哪時候 大概在10月4號 10月5號 10月4號 10月5號 那些新聞是怎麼走的 昨天 昨天美股的 美國 首檔的 比特幣 期貨ETF 這裡期貨的 不是股票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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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型的期貨 它是 期貨的指數 期貨的指數 跟股票型的ETF 不一樣 那不一樣 好 那也讓 等於說是承認 間接承認 比特幣這些貨幣的價值 這是一個很重要 很重要的觀點 來 這早上7點56分的 比特幣 六萬四千塊 六萬四千三百 它歷史的高點是在六萬 六萬八千 歷史的高點是在多少 六萬四千八百五十四 其實只有差多少而已 差差不多四五百塊而已 四五百點而已 那這 它已經來到歷史高點 接近歷史高點 這是比特幣 那我們不是要做這些比特幣 我們要做什麼東西 我們挖礦 這些比特幣要挖礦的時候 他們需要什麼樣的工具 我們要講的叫工具 那別的挖礦工具有板卡 那板卡最均你可以看到 最近其實比較沒有在講電競 最均的題材都在哪裡 都在挖礦工具 挖礦 還有現在他們還是 這些板卡還在漲價題材 漲價題材 在9月27號以後其實 很少有漲價題材 除非說那些原物料 那些一些紡織 還有什麼一些塑膠 那這些有一些漲價 不然的話還有 在漲價題材的東西 在電子類股裡面很少 已經很少了 現在很少 那除了我們再預估 在接下來的話 可能在第四季的話 第四季這一季的話 那半導體這些晶圓代工 還有可能會再漲價 這些要注意 還會再漲價 好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一期的往期 這是十月十五號 十月十五號 這些我說什麼是賺最快 買什麼賺最快 IP 資源 還有板卡 其實我最近在操作 大部分都是在 這主要就是在這兩個 兩個比較重點地方的區塊 就在這裡 來我們看一下 歷台兩個禮拜前 尤其比特幣 他們已經開始有送件 那他們沒有拒絕SEC 美國的證監會 證監會 證監會 就是我們的金管會 一樣意思 他們沒有在 沒有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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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反對的話 就是時間到了 他就會成立 那就會成立 果然 果不其然 昨天已經開始了 已經他們的比特幣 比其貨已經ETF已經開始交易 已經正式交易了 昨天 那這兩個禮拜前 立台 還有沒有 技嘉 10月5號 我說這兩個股票 當時候股價都怎麼多少你知道嗎 多幾塊錢 10月5號的時候 他的股價多少 立台股價是52塊 10月5號立台52塊 本利比大概是5.2倍而已 我說他們會中間會回歸他的基本面 這個呢 技嘉 今年大概可以賺到18塊 會賺到18塊 股價業群 在8月5號多少 85塊 本利比多少 不到5倍 不到5倍 4.5倍而已 4.5倍 我說他們會回到他的基本面 中間會回到基本面 來 10月5號 10月7號 你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技嘉營收創歷史新高 10月7號 他們 他們有法說會 他們今年 有增加一些伺服器 伺服器 這是蠻重要的東西 好 大概 7號 立台掌停板 技嘉掌停板 8號 技嘉掌停板 9號 是9號 技嘉 再往上走 然後持續往上走 到 到昨天 今天 今天的技嘉 這是立台 其實今天的技嘉 大概也是在這裡 高檔地方在震盪 今天也在高檔地方震盪 大概在112塊這裡附近在震盪 那立台今天也是一樣 大概在68塊附近在這邊震盪 那因為 真正他們已經利多如果出近的話 我們可能就會先把它 我目前來看的話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利多出近的感覺 所以 這些高檔我們 你不要隨便亂追 所以我們隨時都會把它給獲利了結掉 你不要亂追 來 這是漢遜 也是一樣 今天也是開高走低 今天是有開高走低 來 漢遜 可以看到 今天再創高 今天再創高 177.5 開高走低 收平盤 也是 這幾天 股價都在168塊左右 一百六十八塊 這是板卡方面 那板卡這些股票你不要再追 因為現在已經利多已經有一點在 有一點點在出近 那這些股票 那我們會 如果沒有再往上走的話 那我們就會把它獲利咬結掉 但是這些股票你不要隨便上追 我們還有其他股票 還有很多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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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太陽能 這說起來 太陽能 那太極 今天是拉回 今天太極也拉回一塊錢 今天也拉回一塊錢 那太極 還有太陽能 我們就是還有像6443 像元晶 還有6244的貌底 今天只有元晶上漲 還有像3576 聯合再生的話 是小跌0.5元 那些太陽能 最近我們也有在操作這太陽能 好 這太極目前為止 這段在漲的這 7月4號到824號 這段在漲的是什麼 第三代半導體材料 它漲的是在第三代半導體材料的 第三代半導體材料 那這個的利多 這個要提材 8月20號到9月29號 這段獲利是11.7% 這段也是在漲 漲什麼 第三代半導體材料 就是這個 就是在漲這段 它在漲第三代半導體材料 炭化系 它還是在漲這一個 這幾天 這幾天 像這幾天最近來說的話 最近 最近在漲的 最近在漲的這一段的話 都在漲什麼 在漲太陽能 對於太陽能模組 太陽能電池 還有電磁 它還有太陽能模組 電池這方面 它有最近在漲這一方面 因為這是它本來的業務 它本來的業務 這幾天有關於太陽能方面 因為我們有跟大家介紹過的話 我們會陸續追蹤 不會說今天跌 我們都不會說 不會啦 不會啦 我們不會這樣子 不會說今天跌我們就不講 台北C 這個高速傳示威 這非常重要 這是下世代 下世代已經是看到了 已經是在今年年底 它就會在新的電腦裡面 就會出來啊 這是Type-C 那這個規格 這萬縣就是 我這個不用再講了 我已經講了蠻多 講了很多次 致遠 致遠它也是高速傳輸 19號漲停板 今天再漲6塊錢 今天再漲6塊 今天再漲6塊 致遠 這個補票已經漲到天花板了 不要再追啊 不要再追啊 真的不要再追 你要問致遠的股票 你就等 你就看你如果想要吃到更多 想要看說 我們哪時候要出料的話 你可以到賴生活軍台這邊留下資料 你手邊有的話 那不然你就先不要再追了 因為我有些股票投資朋友 一直在問這檔股票 很多人在問 好 這是致遠 不要再追 IP 那這個不要再追 好 再來看一下這些致遠 我們之前做了兩趟 做兩桌 好 這是 在八月份 八月十六號到 三十一號 泰逸 然後做一趟 像四十趴 那 這段期間 其實這段時間 我們有掌握到 就是有像什麼 智原 IP 還有像板卡 我們最近都掌握到這些 現在目前為止 這 我給你信 在八月十八號 六叉叉 即將噴出 即將噴出 我已經跟你預告了 即將噴出 六月十九號 六月十九號 來 來 這個是 六月十八 十月十八 這個十月十八號 這個十九號 這個十九 這支是二十號 十月二十號 漲停板 這天是起七趴 這是七趴 漲七趴 十八號 我們進場 十八號 我們進場 十九號 漲七趴 十月二十號 漲停板 漲停板 寄稿票 我是已經事前先預告 我要印 這個是事前先預告 你如果 有跟我們來操作的 就現在就已經賺 已經 就已經有十七趴 十七趴 來 六叉叉叉 即將噴出 就是這支五票 這檔股票 那還有沒有機會 可以 那這檔股票 我們短線上的話 如果有在急漲 有爆量的話 我們會先把它 先獲利了結 那如果等到我拉回的時候 我們再來接 因為這檔股票 還會再急攻 還會再急攻 那這檔股票 你如果想要跟我們操作 當然也可以 還可以 還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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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等到他拉回的時候 明天 也許 也許會拉回 拉回之際的時候 我們再來進場 再來進場 我帶你來進場 那這檔股票 金融股票 還有機會 還有 那這檔股票 這檔股票 它未來股價會到哪裡 我們不做 預先的 不做預先的立場 那這檔股票 你就等待 再等待這檔股票 我認為它會再持續再往上走 那如果 當然 還要看到籌碼 一些量價關係 我們會把它做進出 好 這檔股票 6XXX 這已經事先預告了 那 有跟我們一起操作 那就恭喜你了 這給你掌停板 好 短線計畫 30% 30% 你有超過 你的比資金一千萬 就變成兩千萬 這樣子 對你來說的話 比較有幫助 我不知道 現在的投資朋友 那 這30% 我不知道你 對你來說的話 操作上 一個短線的操作 你不知道 你有沒有辦法掌握 這也是很重要的 你老婆的掌握 我歡迎你可以來 跟我們一起來操作 那我來帶你來掌握這些30% 那我過去 你如果看我的節目的話 非常多的30% 哇 超多的 我不是只有這塊而已 還有一些有十幾% 十幾% 那個已經不拿出來講了 那再來 沒辦法說 那太多 好 再來看 掌握產業 先機 你是要辦法低檔買進 我們就是這樣操作 掌握產業 你如果不懂產業 不知道產業的話 你沒辦法 你只看到價格而已 你只看到價格 那你就會追到高檔 你也追到天花板 那我們是掌握產業 那低檔買進 然後做一個 一小段 一小段 然後來做 因為現在指數 已經到一萬七千點了 你說還要做個波段 我也不是說 反對說做波段 不是反對的 當然如果可以做波段的話 當然誰不願意 對不對 那波段就可以賺到更多 我也知道 那短線我們只要能夠掌握 可以掌握這三十八三十八 其實這三十八三十八 很快速 很快 很快 有的可能是一個禮拜 有的兩個禮拜 就已經達成目標了 來 來 贏家才能夠幫你成為贏家 你說是不是呢 那你可以好好試好看 那你需要什麼樣的老師 那你如果想要跟我們一起操作 歡迎可以到賴生活圈 來這邊留下你的資料 或是來電 那多可以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 那也祝你投資順利 我們明天見 好 好 好